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2022 WTT新加坡大满关比赛 日拼经过大满关赛事第一轮的洗礼之后 目前可谓是损失惨重 尤其是难担赛场 本次赛事4号种子 张本志和首轮爆冷出局 日拼男队直接失去最大的夺冠希望 张本志和的对手是美国星星卡纳克 该选手曾在去年时拼赛搭档 王曼玉出战混双 表现出了不错的潜力 首局比赛张本志和11比7拿下 占据场上的主动性 但是后面三局比赛张本志和情绪波动较大 不太适应的卡纳克的进攻节奏 被对手连班三局逆转获胜 最后一局张本志和只拿到三分 心态没有稳住 在大满关赛事之前 张本志和拿到了日本32强赛的男单冠军 竞技状态正值最佳的时候 无奈还是心态不稳 稍微遇到困难状态就急速下滑 照这样打 张本志和在巴黎周期男友出色战绩 日拼男队另一位潜力出众的选手 护上损斧2比3西拜斯洛文尼亚选手达克出局 护上损斧最近两年实力突飞猛进 不仅拿到了日锦赛冠军 还入选了团体试拼赛名单 只可惜不能打硬仗 把握不住关键分 只能遗憾输球 目前日拼男队只剩森原郑重和 与田信使闯过正赛首轮 森原郑重淘汰了斯洛伐克选手王阳 与田信使 临风中国台北选手廖振挺 日拼女队与男队形成鲜明对比 四大主力全线飘红晋级 伊藤美成遭遇德国老将韩盈 对手曾是世界杯四强选手 伊藤美成三比一获胜 虽然在日本32强赛中无缘四强 但是伊藤美成的大赛能力无庸置疑 而国拼主力王亦迪内战获胜 与伊藤美成分在同一小区 二人有望继续拼赛之后再次交手 对于伊藤美成来说是第一道难关 石川家纯打得比较流畅 三比零淘汰美国名将张安 石川家纯一上来就积极发动进攻 首局11比2轻松拿下 张安虽然在后面二局强势反扑 但是经验略显不足 没有扭转场上的局势 石川家纯顺利拿下比赛 平野梅宇也没有遭遇太多抵抗 三比一淘汰摩纳哥选手杨晓星 平野梅宇自从伤病康复以后 打球风格非常彪悍 实力有上升倾向 但是石川家纯和平野梅宇 没有进入世拼赛名单 令人倍感遗憾 反而早田希纳赢得有点困难 三比二险胜卢森宝选手德努特 早田希纳是日本32强赛女单冠军 个人实力与伊藤美成已经不相上下 可能是首轮正赛还没有调整好状态 导致比赛中失误不断 目前日拼女队只有加藤美优和左藤彤 不幸出局加藤美优2比3 西败中国台北主力正义景 左藤彤则是0比3不敌陈梦 期待 日拼队员们能够在WTT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中 打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上演更多的精彩表演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